這台是伊萊克10的雙口感應爐 感應爐我們叫Induction Hope 就是感應爐 它是運用線圈 磁力線 磁力線切割金屬的重剖面 產生熱 產生電阻發熱 來 的原理 來做的 那雙口感應爐 它有四種鍵 一個是電源鍵 右邊的它是控制比較大口的 左邊這個是控制上方的 它有九段的火力 還配置一個最大火力鍵 它是屬於觸控的 最大火力鍵 兒童安全索 還有時間的設定 它可以分開控制 時間到就自動關閉 的一個安全的系統 那一般的感應爐來看 伊萊克10它是採用雙層的玻璃 中間有留一些透氣孔 它是在保護線圈的一個壽命 那在玻璃的任何一方 如果除了鍋底的餘溫會讓玻璃面產生稍微的溫度之外 當烹煮之後它玻璃觸摸之下都是冷的它不會發熱 除非有不鏽鋼金屬鍋 平底鍋放在上面 它才能加熱